欢迎回来 双北市明天就要开始开放内用 正院也规划将推出的是正新五配券 要用一千元去换五千元 而最快这纸本还有电子券九月就会发放 将一小小热油往烤鸭身上反复交零 每一个面都要均匀淋上 除了让外皮呈现琥珀色泽 还能让鸭皮口感更酥脆 另一旁的炉子里还有烤鸭继续烘烤 先前饭店餐点暂停两个月份售 七月中才重推烤鸭外送旧业机 但为了维持品质 每日限量仅有六十只 疫情下餐饮业机惨兮兮 去年推动的三倍券成了带斗业机 敲门砖 去年的话我们最后总结 大概是替业机增长了大概三成左右 其实这个也是出乎我们当时的意料之外 为了复苏民生经济 行政院规划再推正新五倍券 初步匡列一千一百亿元 一千换五千 实体鉴与数位券同时发放 不限使用产业别 但是否排除电商还需要评估 眼里透过数位券 加码振兴特定产业 最快九月推出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使用的产业别 可以做一个集中 因为如果是一般消费者的话 他可能会着重在把这个五倍券 拿去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如果是他可以限制在观光业 或是餐饮业的话 对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预期大概可以成长到五成左右 业者推优惠信消费者上门使用 根据统计去年三倍券 平均每人消费金额达五千七百八十五元 粗估至少达到一千三百四十九亿元经济效益 像是零售业 在去年八月到十一月营业额 连四个月创立年同月新高 餐饮业也在去年九月到十一月的营业额 连三个月创立年同月新高 短期内在数字上会有帮助 比如说他是一千换五千 他应该是目标在白领阶级 或者是有小孩的家庭 去年算是有吧 对 就是买比三千块贵的东西 虽然每日本土确诊下降 中央逐步围解封降级 也为了让百公百业尽快回到轨道 规划振兴券成了经济复苏的超前部署 东西台记新闻 许晶柳 谢维仪台北报道